我滿喜歡吃米其林星級餐廳 但是在台灣摘星實在有點貴 而且大部分星級餐廳都不太好定位 於是決定在這次新加坡之旅中 摘一些比較平價的星星 餐廳在小印度區附近 用餐前先來逛一下小印度藝術村 我們訂的是連續六年榮獲米其林一星的莆田 它在新加坡還有其他分店 王品集團也有引進分店去台灣 不過這間位在吉珍那路的才是有摘星的喔 想摘星的不要跑錯了 莆田市城市的名稱 就是中國福建省莆田市 所以吃的是福建菜 先來杯涼涼的飲料 第一道菜是九轉小腸 第二道菜是生炒黃金蛋 再來是上湯食蔬 蟲炒花魚釣羹 然後主餐我們選的是福建紅菇海鮮乳麵 最後我這頓最愛的一道菜就是冰冰涼涼的甜點 見連雪爾湯太消暑了 接著來吃世界第一位榮獲米其林一星的小販 了凡油雞 雖然一樣在新加坡有分店 也有引進台灣 不過我們是特地來了有摘星的總店 也是在我們牛車水住的莫諾飯店附近 點了招牌油雞飯 好吃嗎? 怎麼樣? 在新加坡吃飯都要配飲料 不然太熱了 最後來吃連續六年 榮獲米其林必比登推薦的松發肉骨茶 我們是來有得到米其林指南的新橋路總店 總店就需要排隊了 一樣先來杯涼涼的藝人水 新加坡的肉骨茶跟馬來西亞的不太一樣 這裡的是胡椒口味的 吃完就可以到旁邊的克拉碼頭 看夜景散散步 氛圍很不錯 這裡還看得到新加坡地標 也就是我們隔天要入住的金沙酒店 這裡還看得到新加坡地標 感谢观看